各位鼎姐妹 大家好 今天又是 Ash Wednesday 叫聖灰日 是Lent 御虎期的第一日 灰象征到死亡和灰改 请听我读《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贵于尘土 所以在这七个星期三 我会暂停《无名诗人》的系列 为大家分享月虎期的信息 今天我会和大家看诗篇第五十一篇 诗篇第五十一篇有一个标题 就是大衛与佛士巴同失以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怕作者诗教育寧长 从这个标题 可以看到大衛是这首诗篇的作者 而诗篇第五十一篇的背景 刚才提到的是大衛犯罪 这个就记载了在《撒母义记》下 第十一章第一节 到第二十七节 而拿丹先知对他的指控 就记载了在《撒母义记》下 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撒母义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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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 你看到大衛有勇氣 把那些髒東西養出來 讓人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有勇氣 把自己不見得光的東西 讓人知道 所以各位姐妹 今天如果我們是有罪的 我們都需要好像大衛一樣 但我覺得我更加需要有一個好像拿丹一樣的人 放膽 指出我們的罪過 感謝神 我們有聖靈 我們都需要有大衛的勇氣 願意承擔自己的罪 可能你都曾經有人問過你這樣的問題 你看到什麼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說是一點黑點 當然就是一張白紙 中間有一點的黑點 但我們很容易就會將注目力擺放在黑點上 如果我們看大衛的一生 其實事實上他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污點 甚至聖經在《列王記上》第15章第5節 有一個這樣的論點 因為大衛除了客人 烏利亞那件事 都事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正的事 一生會有違背 一切所吩咐的 一切所吩咐的 各位頂姊妹 我相信對於我們很多人 如果只有一個的污點 甚至是三五個的污點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大衛是很執著 他在一生當中 唯一的一個污點 因為這個污點 他覺得整個人都是骯髒的 他要怎樣處理呢 各位頂姊妹 我有我的污點 你也有你的污點 你就是怎樣來處理這個污點呢 你會好像大衛那麼執著 今天是讓我們一起讀詩篇的第五十一篇 雖然經文是比較長 但我覺得有需要讀完這十九節的經文 但因為這段經文 我覺得太重要了 我寧願自己說笑一點 求聖靈和經文直接向大家說話 第一節 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連率我 按你封聖的慈悲 塗抹我的過範 求你將我的罪業洗除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範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獨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含了這惡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 顯為公義 判斷我的時候 顯為清靜 我是在罪業裡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 你在我隱密處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結淨我 我就結淨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 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業 神啊求你為我做清潔的心 使我裏面重生有正直的靈 不要丟棄我 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求你使我認得救的救恩之樂 賜我樂意的靈 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 指教有過凡的人 罪人必歸順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張開 我的口面全揚 賺美你的話 你本不起愛祭物 若喜愛我就欠賞 凡祭你也不起穴 神所有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 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悍 替你除你的美意 善待石安 憂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那時你必喜愛公義的祭和凡祭 並存生的凡祭 那時人必將功能獻在你牆上 在這十九節的天文當中 我察覺到罪 這個字用了十一次 而另外是求 也是用了十一次 當然是用華本的計算 我們再看第一節和第二節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愛連述我 按你封聖的慈悲 圖滅 我的過範 求你將我的罪業洗除 靜盡 並結除我的罪 無論如何 scribing 我貝 你是用三個不同的詞來描述他的表現 過範 就是被放虜 罪 罪所以從孤over Stop 罪 我現在需要解釋一下條件 此三個不同的詞的分別 過範 就是曾經副 User 允聖的分別 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 这个位置叫做过法 最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 神有个准则有个标准 但是我们就miss了 我们是不中神自己的标准 我们要看第五节就更加清楚 我试在罪业女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罪业的意思就是一般我们理解是 original sin 这个原罪 或者是 sin nature 这个罪的本质 当然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version 就是这个Y 曲 颠倒的 甚至是一些叫做灵智固返的意思 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推卸的责任 他愿意承担责任 他都明白到人的本质 当然他更加是认识到他自己 既然人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大卫仍然是有胆量 是来到神的面前呢 留意他对神有这样的形式 第一个是mercy 就是连述 另一个是loving kindness 就是慈爱 而另外是compassion 就是慈悲 罪虽然是这么大 罪虽然是这么强势 大卫明白到神的爱是更大 他知道神的爱是更有能力 所以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 向神有三个呼求 但我希望大家留意这三个呼求的次序 首先是cleanse 洗静我 第一节到第七节 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是restore 会恢复我 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 是使用我 使用我 那位兄姐妹 其实我们要学习 大卫向神的呼求 因为我们都会犯罪 不罪神 但大卫 我很欣赏他的地方 他不甘于停留在第一个 就是求神 是cleanse 结症他 因为他明白到 罪所带来的影响 就是有关系 和事奉上的影响 大卫不只是求神cleanse 是结症他 他也是求神的 是restore 恢复他 或者是恢复到 好像以往一样 他都更加是求神的 是use 使用他 就是在他有机会的 能够施工神 最后 再为大家读诗篇的第五条篇 几节的经文 可能我会叫这些金句 在第六节 关你所喜爱的 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密处 必使我得智慧 第七节 求你用牛失草 结症我 我就结症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雪更白 第十节 神下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生有正直的灵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第十七节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悍 各位弟兄姊妹 改变一定要从 认罪悔改开始 认罪悔改 是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 痛悔 这样的认罪悔改 真是神所接受的 所以兄姊妹 在这个余虎期的第一天 在Edge Windsor 求神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 在祂里面 我们真诚的 是认罪悔改 在神的面前 谦卑 正面的面对 我们可以看到的 和在我们里面隐藏的罪 所以靠神还积极不悲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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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